暗393这名旅居美国长达30年的妇人 她在3月29号发病 还有和确诊个案的接触时 后来还搭机返台 害得同机前后五排七名乘客 十二名机组人员都要居家隔离 暗393在3月底就出现合搜友谈 腹泻症状 不但登机未告知 也没说身边有确诊个案 让同机人员得居家隔离 他还自称腹泻是喝牛奶 过敏造成的 虽然妇人一入境就通报有症状 随即就医裁检 但因夫妻俩已经旅居美国三十年 案393没健保身份 丈夫案384有待确认 回国确诊 依法隔离治疗费用 都由公务预算支出 一个人隔离一天 你可能要花比如说三四千块的钱 那你帮他隔离两个礼拜 你可能花三四万块的钱 那基本上就目前防疫上来讲 这些钱如果个案人数并不多的话 那反正你规定是这样 你就把它吸收了 美国的钱是我们的三十倍以上 根据资料显示 美国一名确诊个案 医疗花费试算看看 从裁检坐的救护车 到负压隔离病房 医药费 加一加最高恐怕超过 一百一十五万 案393回台就医 只花了机票钱 不过疫情中心透露 他的治疗费用要自费出钱 医学管家国家照规定走 并无不法只是个人观感不佳 三十五再续留信 看不到